朕要召魏子夫进宫 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 魏清也可以进宫 随便找点事情做 姐姐 你可别舍不得 怎么会呢 只要陛下喜欢 姐姐这儿的一切都愿意奉献给陛下 真的 好嘞 谢谢姐姐款待 来人呐 赏姐姐黄金一千金 走 走 回去吧 慢点 去 好好伺候皇上 快去吧 子夫 姐姐为你找了个好去处 将来富贵了 可不要忘了引路人 谢谢公主 我去吧 好 我去 我去 还是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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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宫以后 你还不能一下子就到朕的身边来 你呀 先由黄文内侄接收 在布册上登记名字 存入液体 在她皇后沾身 按照宫廷的礼节 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 是否皇后 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陛下 皇帝不能自己选嫔妃 得由皇后来选 没关系 慢慢的 朕找个机会招星 公开你的身份 那样你就可以立为嫔妃之谅 剑碧 一切听从陛下的安排 也是委屈你了 其实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权力无限 你不是说呀 皇上到底去哪儿了 快去找找事 说呀 你们当是 陛下 快点 陛下 你玩得可真好 玩得好 帮我来了 陛下 你究竟去哪了 鬼魂到现在 你说话 你倒是说 凤凤颠颠 成何体统 陛下 进去吧 朕刚才在宣誓跟大臣们研究了一些上意 这不刚回来吗 陛下 到底是臣妾不成体统还是陛下不成体统 昨夜堂堂大汉皇帝竟与那么一个下贱人同也入宫 陛下 那不过是姐姐送给朕的一名歌迹 真把她带进宫里来 不过是充议而已 陛下 可是叶廷令报我 宫里今日刚刚添了一名财人 天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 你说呀 说呀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 陛下 居然一句也不解释 陛下 你扔了我一夜 好啊陛下 陛下 陛下 你尽管瞒着我去做那苟且之事 陛下 可是我要把祸说白了 陛下不要欺人太甚 要是把我逼急了 那就是鱼死网破 你说什么 你敢威胁朕 什么苟且之事 什么鱼死网破 满嘴的村妇之眼 哪像个母依天下的皇后 我是村妇 我是村妇 那陛下明天又会成什么 这几天我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为陛下说尽了好话 才保住了你的皇位 陛下不但不知人图报 反倒欺侠歌迹 羞辱皇后 还把那个下贱婊子带到宫里来 塞入夜庭布侧充当财人 陛下就用这些来报答我的母亲吗 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把你母亲搬出来 堂堂大汉皇帝 老拿丈母娘来押阵 这是哪儿的规矩 这又不是你母亲群山下的奴才 除了她的宝贝女儿 朕就不能亲爱别的女人了 不亲爱别的女人 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 没有子嗣 江山社稷 谁来继承 你说呀 陛下 陛下羞辱臣妾 天下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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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恕奴才多嘴了 奴才知道陛下可以爱任何美人 可眼前这单口上美人和天下谁轻谁重了 陛下纵然可以自我轻斥 可您想一想这鱼和熊掌天下和美人陛下您能够兼得吗 陛下陛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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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陛下 陛下 这种事儿臣已经听说了 只一夜之间 更换改制土蒙瓦解 朕彻底失败了 好像朕就不是他的孙子似的 陛下 要退 要退啊 你让朕认输 不 退不等于输 如果不退就肯定输 强弱不成比例 不可叫力而要急事啊 什么叫急事 比如一块石头放在地上 那就是块石头 如果这块石头 掉旋在百丈高崖 它就有了事了 陛下此时为何不读读老子 你让朕读老子吗 老薛不能坐至天下之刚 但其中藏有 用骑兵之术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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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快 我不快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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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别闹了 母亲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 母亲 母亲 母亲你到时说话 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 母亲我不管 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 皇后 皇后用膳了吗 下去吧 母亲 你去找太皇太后了没有 阿娇 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啊 我已经问过了 皇上已经从夜庭的布侧上除去了魏子夫财人的名分 现在降为宫壁了 那小贱人现在还在宫里啊 母亲 母亲 我可是知道皇上的 这早早晚晚的还不是干柴烈火 阿娇 你现在已经是个皇后了 不要那么任性行不行啊 你说这陛下干柴烈火的你就没有责任了 我有什么责任啊 我还能让皇上不发情吗 阿娇 你要问你一句话 皇上进来没招兴你啊 母亲 你说嘛 告诉我 长 长有朝夕 我看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你赶紧去看太医 守着的老不怀孕的皇后 你又怎么能挡着皇上去亲近别的女人呢 母亲 你这明明是为皇上开脱嘛 母亲 你说如果皇上老去亲近别的女人 那女儿又如何怀孕呢 更何况如果别的女人要是怀了龙肿 母亲 那女儿我 行了 别再说了 母亲 以后也给皇上一个警告 快走 快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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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难怪你姐姐说你爱马如命 这才几天不见 这马果然一匹一匹的都长了标 去看过你姐姐了吗 陛下 奴才未曾想过 真也不想这样 也是没办法的事 现在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 我们姐弟本是草芥之身 不足挂齿 魏卿替姐姐谢过皇上的惦念之恩 朕看出来了 魏卿是个厚道之人 难得 魏卿 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 你愿意消明朕吗 魏卿是陛下带入宫里的 除了姐姐 魏卿再也没有亲人了 那好 朕准备让你做朕的进士 先去建章营 守住训 学习规矩 朕会随时召唤你的 此次诸侯各王入朝境界 与往年不同 这次是先帝冰天后的第一次 老神觉得 礼仪从简 不要奢命 还是要恭简无为 陛下 你觉得呢 一切都按太皇太后的意思办吧 各位退下吧 谢太皇太后